那我先讲一下 那既然是太极权 它一定有权力 所以我们的问 问题 问 或者答案 都是在权力里面 也就是这个心法 可是这个核心心法 它是一个原则 它不是说 我到达这个了 就没有了 它是个原则 那原则就是无限性 就是无限的 如果是已经达到了 譬如说 我虚禁 虚禁 我这是有限 你让我打一下 这个是故意的 因为你就知道有限 但它原则告诉你 虚禁 那这个虚禁 你知道了就不是了 那这个虚禁呢 你要自己停退 那个表示无限性 净之则越长 越长它只会告诉你越长 那如果你说这样 是不是越长 不是 那这样是不是越长 不是 那这样是不是越长 养之则明高 如果这样是不是养之则明高 你往上打 这样是不是养之则明高 不是啊 它只是一个告诉你 你往上打吧 是什么 不受限嘛 无限性 如果 你往下打一下 如果这个呢 有可以当 这是有限的嘛 所以太极拳的心法 是无限 无穷的 如果说你已经到了这边了 说我到了 别人比你更深的 这可以介绍 所以呢 发静 务令 沉着 松静 它是一个无限的东西 譬如说你来 我要发静 我沉着 这样不行 我接地 你打我一下 我再接地 这样是不是有限性啊 硬撑而已 硬撑嘛 人家叫功步见步 对不对 那什么叫无限性呢 你也知道硬撑 你只是假如说你力量 不够大 我这还是硬撑嘛 叫做沉顶 它就叫你不是顶了 不顶是什么 就是无限了 那这样呢 嗯 就是 你要不要来 你不是就变坏了吗 那你往下打看看 你不是有开吗 嗯 开了打到什么 那注意说脚 脚怎么打 脚打嘛 还不是无限性 看你怎么再拢过来 不是 对 当下重心没有 如果是这样呢 常常人家表演就是说 我手搭在你手上 对不对 那你发劲 当然可以 那这个是有限性的东西 就是已经到达了 这有的东西 太极拳它就是一个法 那这个法呢 是有一个性质叫 无穷尽 无限 你只能渐渐一点点接近 你不可能到 因为即使你到了 它还是一个空无的东西 那个才叫做到 那人们讲的到 就是说 我从这边到了屏东火车站 终于抵达了 你懂得是吗 那还要到台北了 比你更远的了 所以 那我再回过头来讲 所有的问 学生的问 都必须要归纳在权力上 那你刚刚讲过 好像 信鸿打过来 我就在等你了 我续好了 对不对 那就是什么 续静如张公 发静好像放箭一样 可是它又不是公悬箭 它只能说好像了 这模棱两可的 那个就是法了 但它没办法 它只要举一个世间的例子 来来 我这续静 叫张公了 对不对 但是就是 辅之弥生 养之弥高 如果 你再来 我续静张公 这个就要对抗 对不对 这一定要对抗 它就是 如果无穷静的话 让你没办法对抗 这我就已经续好了 续好了 那要表演了 你就只能把它变成弓箭了 那是有形的 你打我一下 这个叫无形的了 那这叫有形的了 对不对 无到最后 有一点我才能作用 否则你 无的无的无的 那你打什么 我对 因为它无穷静的 因为静之则什么 它就告诉你越长 小爷我静 你这个手张起来往后退 好吧 退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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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退再退 不用转弯了 静之则 你就退 来手张起来 退退退退退 好打回来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啊 所有东西接触都是不丢不顶的 再年年随的 再年就走了 再年就走了 再年就走 这两天就刚刚好 所以你说 虚静如张弓 发静如放箭 就是那句话 那你虚的不好呢 就有限了 我说过 有限的东西 我虚静 我张弓 你这边没有了 你这个无限了 是你打我 还是我打你 对不对 你无限 我有限 当然是无限的 可以玩弄有限的嘛 好 这样我讲的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太极拳 将近一百条的 那个全经全论啊 都是无限 无限制的 你可以一直修进去的 你没办法到达的 因为那是世间的东西啊 你才可以到达 那法则是 无穷的东西 才叫法则嘛 它可以因敌变化 什么 那个东西 敌人怎么变 无穷无尽的 你只能显示 说 外人看起来 你为什么不打我一张 对不对 我这边就先爱啊 那如果是这样呢 我先打你嘛 你有知觉了 就是有嘛 对不对 那你无知觉你怎么打 他又说回来了 你有没有感觉这个手啊 来碰过来 又说回来 你会有 就会有穷劲嘛 那无穷劲的东西呢 就怕你不打 你打到空 如果空的东西 人家就已经和你了 空就和了 要不要出而已 反正空就已经没有了 空还有什么东西 你抓也是白抓 我抓一下这边 你就打我这 我一拢你这 你就打我这 因为都是捕风捉影的东西 当然捕风捉影不是全经全认的 它其实就是忽影忽现 养之谜高 对不对 福之谜生 人不知我 我独知人 那你怎么问 怎么弄 我问你 有一个全有网络上问 他说这个重点是不止 他问我重点是不是不止 不 讲到不就是这个 我说不是 因为你讲到不 它还有手 它其中的一个元素 它还有身 那什么东西可以把身 手 部 结合在一起 就是腰 那腰 把这身 部 手 头 都结合在一起了 那还要腰吗 那你腰挺到 那我就吃你一个 那腰也是什么 无限性的 对不对 你打我一个腰 我不止不动了 那我有一个腰呢 那你不打我 对不对 就所谓的完整仪器 对 你既然讲仪器 气就 空无的东西 我动了 雾水什么 生患 这就完整了 你怎么打我 看起来有 那我也可以把你空掉 这个东西 而不是说 我站到了 你越大力 我越撑 越撑 你都知道我在撑 对不对 我是不是在撑 再大力一点 我是不是在撑 再大力一点 我是不是在撑 再大力 我撑 我撑 你是不是不好打 再大力一点 我还有一个认 唯一你这个撑是有在合我的力量 合我的那一个 但是你拿一个刀子割我要不要撑 如果你是个刀子 你割过来 假设你是个刀子 我撑 我撑什么 其实也不用刀子 拳头打就可以了 对对对 这就是拳的 无数了 你撑我 我打你 我水跟你往水 你往鼻子上打 我撑 那我把你这边打 那我还撑什么 对啊 那不撑的话是怎么样 那你扶着我 往全打 那你要 你怎么不打了 那你往全 鼻子上打 不行啊 我还没打到 你往鼻子上打 就先挨 哦 懂这意思了 那如果我是撑的呢 我撑 那我怎么 谁跟你撑啊 对不对 你看那棵大树 有没有干 根强大得很 对不对 这棵榕树啊 谁推得倒 傻瓜才会去推那个树啊 人都推不倒 没有人会去推树 可是有格西就可以了 对不对 因为他不是在推嘛 他为什么格西可以对付他 因为他就死在那个根上 不用拒的 不用看的都可以 对 你看他的根是不是死的 但是你推他 你永远推不倒他 傻瓜才去推嘛 所以我推你干嘛 什么东西 一定有刻的东西 有方法可以应付 对有方法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是连方法都没有了 叫无穷尽的 小悦我用什么方法 你觉得我用什么方法 一直在合我应我而已 对 这还有什么法嘛 嗯 比如说我用弯弓射斧的方法 我对 你怎么知道会恶虎扑羊啊 因为这个 因为你已经有那个事 我直接就打就好了 从开始就这样 我就死掉了 你知道 不回应我 不回应我的动作 因为本来是大家都这样的 对你有在回应我 你怎么动我怎么动 阴滴变化是无限性的 我偏偏要来一个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就有限了 法舍天主 法舍天主 对对对 那无限就是无的东西 你只能一直去接近 你说这个是什么 这又不是什么 如果这个是什么 那你就 你就变化了 因为你知道这个不能打我 那我从这边打 总可以吧 等等 我一个有限 你好几个吧 所以后背三手 对 那你练到无限的东西 跟有限的 所以太极拳 所有的心法 它的性质都是无限的 你把它练成有限 就停了 没有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